今天我們要開場呢 當然是最熱的啊對不對 最熱的話題是什麼呢 就是民進黨組織部主任林振宏先生 他竟然被人家拍到了什麼 他在酒店裡面跟辣妹熱吻的照片 然後這件事情被我們的來賓 也就是桃園市政顧問尤志斌 早上在這個台北 開了記者會踢爆之後 他馬上就辭職了 好像很偉大是嗎 你馬上辭職很厲害嗎 現在我們就要靜下心來想一個問題 民進黨的組織部主任 這個官可不小啊對不對 大家認為他的官大不大 大不大 很大對不對 你已經可以管到民進黨的組織部了 可見你是非常一個重要的 黨部的官員 黨部的幹部 但是呢 他怎麼可以夜夜聲歌 他怎麼可以每天晚上 聽說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是人家累積了很多次 才終於拿出來讓尤志斌 阿兵哥去爆料的 這就是讓我們想到什麼 想到 欸 才沒有多久 前幾天 那個什麼 鄭文燦 不是十幾年前的都被挖出來了嗎 好 那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他說 影中人不是他 我們現場還有 我們的直播主還 就說 直接 就是 在那個畫面 PO上網之後 馬上就被警察抓去幹嘛 不是警察抓去 請他 請他來 做什麼 做筆錄 也就是查水表 查水表 我說查水表一點都不過分 打一個壞蛋 然後問說這是什麼東西 也會被抓去查水表 所以查水表是民進黨的日常 是這個貪腐政權的一貫的伎倆 所以你看到他們這樣做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對不對 可是如果 換說是國民黨的 他的下場會是怎麼樣 你就曉得說 陸委會的副主委 這官夠大了吧 他叫梁文傑 梁文傑就是當年跟 鄭文燦一起到澳門去的那一位 兩位主角 這個法院都已經傳訊過了 也已經 該問的都問清楚了 都已經 這個案子都早就已經是 盡人皆知的了 所以也不要閃也不要躲 那梁文傑呢 他抽那個不法的菸品 然後呢 又到不適當的招待所的場所 那這一次 林正宏又被拍到 跟辣妹狂吻熱吻 像這樣子的幹部 為什麼都出在你們民進黨的身上 我們真的要問 然後呢 結果民進黨的發言人怎麼講啊 他說 那你們也有很多啊 對不對 你們還有那個什麼 十幾不是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 嚴冠恆的老爸 不是挪擁公款 喝花酒嗎 二十年前的往事 你要在現在再提出來 而且那件事情都已經 都已經判刑 而且服刑完畢 那都已經是 過往淫淵 成年往事 現在你們的組織部主任 還在每天喝花酒 這樣是民國幾年了 就代表說 你們整個黨都已經爛掉了 大家說 對不對 對 這是奇難無比 啊 身為公眾人物 雖然你自己不認為 你是公眾人物 如果今天是華乾去喝花酒 抓到一槍就斃命了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你不會一槍斃命 辭職就好了 因為後面還有官 趕著你做 這就是民進黨的文化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混帳文化 如果你今天出了任何事 沒關係 下來躲一陣子 過一陣子我一定 找更大的官給你做 已經屢見不鮮了 太多事情了 選不贏的 入閣 出事情的 先兵起來 等一下再給你一個 國營事業的董事長做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就是我們的民進黨執政 這不是我們 我們在挖他的倉巴 是他本來就天天在上演這些事情 又不是 我們讓他變得那麼腐化的 是你自己在腐化 對不對 對 好 現在我們再來講 什麼叫國家隊 已經到了快執政八年了 就是第二次政黨輪替 蔡英文已經做到執政八年了 大家知道 他總共成立了幾個國家隊嗎 現場有知道的人請舉手 來 來一位知道 總共有幾個國家隊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 我告訴各位 蔡英文政府 總共 成立了四十個以上的國家隊 可能大家會記得一些 什麼 雞蛋啊 疫苗啊 還有什麼 光電啊 對不對 綠能啊 對不對 還什麼 口罩 對 口罩 這你就知道 剛才怎麼不說呢 對不對 成立這麼多國家隊 我告訴各位 還有很有趣的 你知道 還有番薯國家隊嗎 罕集買 讓成立國家隊 罕集賣賣賣好 國家也要幫他特別補貼 還有一個叫什麼 他叫 翁萊國家隊 鳳梨國家 鳳梨為什麼 因為大陸不給你進口 所以你有什麼蟲啊 不給你進口 不給你進口的話 那國家就補貼你啊 這叫國家隊 國家隊補充 補貼補了三年 到今年 澳洲不要了 東南亞的國家不要了 只剩下一個日本 日本也快不要了 所以你就曉得說 光是用補貼的方式 還有 還有 大家聽了一定 一定覺得很好笑 重要的我還沒有講 我等一下講給你聽 成立這麼多國家隊 還有一個叫做 外送國家隊 你們聽過嗎 外送也可以成立 國家隊 外送什麼 外送有 Fu Panda 還有UberEat 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有外送國家隊嗎 這大家都不知道也忘記了 因為大家看完新聞可能不會注意這一條 它是裡面最少的 它只補助了1.63億 可是你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時候疫情嚴峻的時候 兩年前疫情非常嚴峻的時候 成立了外送國家隊 那外送國家隊就是讓這些 外送的這些業者啊 因為他們 疫情嘛 所以說他們 可能比較不方便 就國家來幫他貼補 結果 你知道嗎 有兩個最大的 就是我剛講的那兩家 他沒有加入外送國家隊 其他那五家都是大家沒聽過的 所以就曉得 這些錢 是從防疫特別預算裡面 播出來用的 雖然只有1.63億 但是執行結果非常差 只有兩成 我跟各位講這些頭 我現在只是講頭而已 你就會覺得說 國家的錢 是這樣在亂用的 40個國家隊裡面 我剛講的國家隊 你們連聽都沒有聽過 你就曉得這個政府 還能夠不把它給拉下來嗎 我們把它拉下來好不好 真的要拉下來啦 真的要拉下來 我們來先講第一個 你們都聽過的 就是打炸國家隊對不對 打炸國家隊的名稱 我正其名叫做 新世代打擊詐騙行動綱領 1.5版 我背得很久耶 背不起來 在漏漏斷 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花糕 什麼火 就是就是就是 打炸辦公室嘛 好不好 打炸辦公室呢 在行政院裡面 聯合NCC 聯合金管會 聯合數位部等等 成立的 打炸國家隊 打炸國家隊 一開始要辦公室啊 對不對 像數位部也要辦公室 那打炸國家隊 一開始就要花 十幾億的辦公室整修經費 所以你在想說 我剛前面也講 什麼都要錢 連打個炸都要錢 花了十幾億去弄一個打炸國家隊 打炸國家隊 最大的貢獻 是到今年為止 七月底 統計的結果 從去年的七月 統計到今年的七月 可能我月份記不太清楚 沒關係 就是一年以來 中華民國的詐騙案 提升 人家說 這個經濟提升 然後這個生活水準提升 薪水提升 不是 詐騙案犯罪率提升 百分之二十一 也就是說 去年有一百件的話 今年又多了一百二十件 是這樣一直成長的 那我請問你 這打炸國家隊 還有用嗎 還有用嗎 沒有 根本沒用對不對 然後錢也是 被詐騙的金額 也是到了創紀錄 七十億 七十億人民的血汗錢 是從多少被害人的口袋裡面 掏出來的 講到這邊我就要想 我昨天看到的一個新聞 我看了真的是 我眼淚都快流下來 因為我覺得很小很小的一個新聞 大家不會注意到 一個女大學生 她到超商去 她要匯一萬五千塊的禮物卡 給一個她從來沒有見過的男網友 你這樣聽起來覺得說 幹哥你現在講的都很正常 這是老手段了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警察 趕到了 因為是超商店員主動 報警說 不對 沒有人這樣買禮物卡的 一次買一萬五千塊 後面有洋蔥 因為警察就問他了 你為什麼會這麼相信他 因為那個男的好帥 我感情觸交 所以 我就被他騙了 然後被他騙了以後 他說要買禮物卡 欸對不起現場各位 鄉親朋友 禮物卡齁 對幹哥來講齁 我根本聽不懂 什麼叫禮物卡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時代也聽不懂 這年輕人的玩意兒 但是我們要跟上時代對不對 我現在終於知道禮物卡 也可以拿來騙人 跟他很多什麼包裹詐騙啊 還有猜猜我是誰那種詐騙 不一樣 詐騙手法 花招百出 年年疊有心出 結果這個女孩子 她是一個大學生而已 她在台北租房子 然後她呢 在台北租房子 每個月光是房租就八千 再加上生活費 她根本不只一萬五千塊 結果通通要 幹嘛 要送給詐騙集團 所以大家就曉得 今天數位部 你根本沒有辦法遏止詐騙 像這樣有洋蔥的故事 不斷的上演 到底在台灣 還有多少這樣無辜的人 政府 一點辦法都沒有 只有一個方法 你知道對岸嗎大陸 詐騙犯犯抓到無期 嚴重槍斃 如果我們台灣 你知道台灣是多少嗎 重大詐騙犯五年 關兩年就出來了 如果是輕罪的話 只是車手的話 恐怕關一年都不到 這樣的政府 怎麼樣賀子詐騙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日常 台灣人真苦啊 對不對 所以大家聽完我這樣講 就曉得說 沒有把它給拉下來 你我的生活都沒有明天 對不對 對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田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正拉雅 胡蘿蔔 剛才以향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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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